主席 主席和我們在場的委員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 我是可以請我們的羅部長 請羅部長 備訓 優委員好 羅部長好 羅部長 在你們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們提到說 這個現在就是中國方面邀請我方人 辦案人員共同偵查 所謂的他邀我們共同偵查 這是什麼意思 這可能包括很多層面 比如說像過去一百年間的菲律賓案 他就讓我們的檢察官在他們訓問的時候 透過視訊直接同步的看問案的情況 然後可以請他們補充訓問 認為哪些地方 當然這還包括事先的討論 就是說這個案情要怎麼辦 偵查訓問的方向重點在哪裡 然後在訓問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參與 就是能夠要求他們補充訓問 然後把所有的相關市政一起帶回來 所以你覺得說這個部分 司法管轄權還是在中國嗎 對不對 我們只是去那裡提供市政 然後協助他們辦案 這個是共同辦理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說是管轄權在那邊 其實已經是混在一起了 比如說像菲律賓那一次 那14個人後來是帶回台灣起訴審判 那你覺得 所以那樣的情況 如果嚴格要說 審判跟偵查是主權是司法權的話 那法院應該說是在台灣 但是人開始是送到大陸去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是不是應該 主要是要去交涉先把人送回來 他們到台灣來共同偵辦 他們把這些的市政捐證送回來台灣 然後一起來偵辦 不是應該這樣嗎 這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他們願不願意 第二個他們不願意的理由 他們的說法是被害人都在那邊 那是他們的說法 但是今天不是也有委員問你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這4月15號的 這個馬來西亞的20個人送回來台灣 原來你們也是一下飛機 又全部放人 告訴他們大家好像說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偵辦 因為所有的被害人全部在中國 對不對 結果最後你們再去受試證 現在怎麼樣 現在在台中已經把這些人又收押了 對不對 收押跟定罪還有一個距離 現在能夠收押 但是定罪的時候證據夠不夠 能夠定罪到什麼程度 那是又另外一件事 沒有錯 這本來就是政黨法律程序 如果這些人他沒有犯罪 為什麼他一定要非要把人家定罪不可 對不對 所以你有多少證據辦到哪裡 這本來不就是法律的大原則嗎 但是我們不宜說證人大部分都在大陸 甚至被害人全部在大陸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去把 比如說上次有一個案 聽說被害人有一千多人 那我們要把一千多人都帶到台灣來訓問嗎 那這個我們的辦案的能量 還有說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辦案的能量不夠 所以我們就把司法管轄權讓渡 所以最好在中國辦 然後我們派檢察官去那裡協助就好了 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沒有說這樣說要看個別案件的狀況 所以你所謂看個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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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當今天的這個詐欺集團 如果有上千人或是上百人 台灣管轄權的能量不夠 我們的審判的能量不夠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要把司法管轄權讓渡給中國 然後我們再派檢察官去那裡共同爭場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不管怎麼樣 只要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人 他就應該送回來台灣 請求他們把這些的捐證送回來台灣 然後要他們來共同協助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子 才是我們作為法務部的部長應該有的態度 您那句話說要把管轄權讓渡給大陸 這一句話我不同意 因為所謂共同爭辦 就是兩個這個主體都在辦理這個案件 好 那共同爭辦完之後呢 共同爭辦完之後是要把人送回來台灣 還是在中國繼續審判呢 這個都可以討論的 甚至就是說 關於他們嫌我們量刑太輕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努力在解釋說 一 我們可以說跟司法院溝通 第二 我們整理過去的一些判決的資料 那讓法院參考我們的囚刑也可以更具體 第三 我們要求說大陸也提供他們判決的資料 讓我們這邊能夠參考 就是說同一個案件的被告 在大陸量刑如何 台灣量刑如何 當然法律不同 為什麼你對我們的司法這麼沒有信心 當然法律不同 還要去看大陸的中國怎麼樣判決 我們台灣再來怎麼樣判決 不是信心 不信心 中國對人權的保障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你看中國到今天 還在所謂的媒體認罪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還要看中國對他們怎樣判決 我們台灣來參考他們怎麼樣判決 那委員的意思我們都不要跟他談了嗎 我沒有說不要跟他們談 那你說對他們有信心 我們要跟他們合作的是 請他們把券證資料給我們 歡迎他們來這裡共同爭辦 我們可以請他們如何 但是他們會不會同意還要看另外的狀況嗎 沒有錯 我沒有說你要求什麼 人家全部會照單全收 但至少這是態度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肯亞案開始到今天 我們全部在追探 全部在質詢你的 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們要你的態度 雖然說你已經是最後一次被質詢 但是我們要的就是 因為你代表法務部 代表我們整個國家 所以我們要的是 我們中華民國法務部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你對我們自己的主權 我們自己的國民到底能不能保障 報告委員這件事情 不要一直都無限上綱到主權 剛剛一直在討論 這是一個 你覺得不用上綱到主權 那你覺得說 我們人民今天 今天這個所謂的在外國犯罪 然後呢他今天被壓到 不送回來台灣 把他壓到中國去 然後在媒體前面 在媒體認罪 那你覺得說 那我們要求家屬 要求能夠親自跟他見面 剛剛我們的這個 陳司長說 即使他們去 也只能夠透過視訊 見到面 也不能夠見到面 因為我們代表團 不是家屬 好 那請問你們 如果是家屬的話 他們會說 同意個別安排 所以你今天聽說 家屬要上路了 那請問這些家屬 可以面對面 見到他的家人 還是能來是透過視訊 看到他的家人 然後那個視訊 就看到他的孩子 在電視機前面說 我對不起 我錯了 對不對 我做錯了 他們可以面對面看到 什麼 他們可以面對面看到 你保證 我不是保證 我聽他們講的 我如果保證別人的行為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知道 在中國的話 那在公安的調查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辦法 有律師在場的 那這一點 他們已經有人請律師了 他們已經請律師 可是律師 能不能公安 公安在訓問的時候 能不能在場 這個陳市長 不要再用電視用註 是 對 他律師可以在訓問的時候 就是按他們的規定 是 這一點我們要去確認一下 我們不知道 但是確認一下 上一次4月20號到22號的時候 你們去 第一次你們去那裡談判的時候 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已經做了這個決議 有關近日有45位 國民與肯亞捲入電信詐騙案 遭中國施壓搶行送往中國一室 法務部應於近日內附中協商時 協助受關押之台灣人 選任律師 並且立即要求 中國應提供我國籍的嫌犯 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司法程序保障 包括自由選任辯護人 律師在公安訓問時 全程在場等權益 我們都做了 你們都做了 那你們達成什麼樣的結論 他們也可以請律師 他們家屬也可以去面會 他們就是說我們 其實我們海基會跟 陸委會也都提供協助 問他們需不需要法律輔助 提供法律諮詢 他們都做了 都做了 所以他們只有兩個人需要 其他人都不用 因為其他的人全部都已經在媒體上面認罪了 所以都不用 這一點我們有對他表示意見 希望他們不要再這樣做 所以事實上要求的就是 現在這32個人 你們什麼時候他們能夠把他談判送回來 然後在台灣共同偵辦 我們現在在跟他們約時間 看什麼時候過去 我們希望說 從頭到尾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我們的外交部跟我們的陸委會 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會看到說這32名的嫌犯 你看我們的外交部馬上聯絡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到馬來西亞那邊去取證 而且甚至把這些證據資料都已經準備好 如果這32名送回來 我們可以馬上立即偵辦 是 檢察官據票都開了 這才是所謂的態度 結果你們的態度是 人在中國他們願意跟我們合作偵辦 甚至我們的馬總統還根據你們這樣的講 我們對於陸方做法符合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我方正面看待 這個態度在30號7點的復興文稿 跟這11點馬上態度 對不對 360度的轉變 這個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態度 我們最高的首長的態度嗎 我們要的就是你國家的主權 人民的司法對不對 人民的管轄權 人民的權益 你作為一個國家沒有辦法保護他 其實委員 不要再跟主權繳獲在一起 跟主權無關 這個跟主權無關 今天我的人民犯罪 我不送到我自己的國家審判 送到別的國家去審判 叫做跟主權無關嗎 那不然我們監獄裡面 關的500多個外國人如何說呢 難道他們都放棄主權嗎 那些國家 那是在犯罪地 是啊 那他在大陸詐騙大陸人 他的也是犯罪結果地啊 那是基於這個所謂的司法互助協議 不是 就是光是講犯罪行為地 那是犯罪地啊 那犯罪地我們所謂的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刑法在規範的 你在哪一個國家犯罪 那個國家他有管轄權的部分 今天是第三國對不對 今天如果說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 跑到中國在那裡犯罪 被中國那裡關起來 那我真的沒有話講 對不對 今天是在第三國欸 他是從大陸 他從第三國騙大陸人 犯罪結果地在大陸 他也是廣義的行為地 那我請問你 這個就上一次大家所講的 為什麼泰國他不送到大陸去 為什麼不送到中國去 他會送回中國 因為泰國人 因為他只會講泰語 他的原因我們不知道啊 可能他因為沒有參與犯罪 或者沒有證據 謝謝 接下來請賴士堡委員